大家好,我是Den 制作参与了Shiny Lusippo Red Baby Tom的 Oh My Girl Dolphin I You Celebrate I've Eleven About Like的 制作了数不完的超红神曲的 韩国著名作曲家 来演讲首次制作的女团 也因为对内有台湾成员 而受到很多关注的女团Pukabu 今天宣布解散了 今天Pukabu的所属公司官方声明 首先感谢一直以来 支持Pukabu的粉丝们 出道这间努力活动的Pukabu 通过公司跟成员们长期的讨论 决定今天起结束团体活动 与所有成员解除合约了 希望大家能继续应援成员们新的开始 这里是有参加Producer4A的 Choyang Unche的女团不是吗 作曲家跟制作人的差别比想象的还要大 做了超红神曲的话 就是个超红作曲家 并不代表适合做制作人 大型跟中小最大的差别在 如果成绩不好收入不好的话 能不能发表下一张专辑 来演讲的话 在演艺圈又不是一两天 很休息这种情况后 制作的女团不是吗 等待了三年才出道 出道不到一年就无法支援他们 让他们解散的话 以后就不要再制作女团了 又不是拿着他们的人生开玩笑 这样放走有能力去别的地方的孩子们 也是好事 这样放人走是对的 虽然说有中小公司的奇迹 但是连撑一年的钱都没有的话 还做什么歌手呢 中小公司的奇迹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今天大家有可以加入 中小经纪公司的男团女团成员的机会的话 大家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Cara Cara时隔九年 最近带着新曲回归了 而音源出演的节目影片 观看次数等成绩 也是非常好 而不只是成绩而已 最近在英体卡又结束后 与粉丝们在室外见面提到Cara的时候 没能忍住眼泪的森烟集 把回归专辑带到Cara您前后发文 姐姐我来了 我们也迎来了这么美好的日子 是姐姐一直想要的这个瞬间 爱你啊 想你 得情等 成员们对Cara的思念 真的是感动了很多网友们 真的Cara活动 Cara应该是最高兴的一个人 Cara真的很伤心 能一起幸福的话该有多好 谢谢 虽然不能用谢谢来表达 但真的很谢谢我的Cara 然后真的很想你Cara 最后那句话是When I move的歌词 第一次听的时候 就觉得像是成员们对Hara说的话 所以很伤心了 在这里看到又让人伤心了 Cara永远是六个人 在天上的Hara 一定能感受到大家的思念的 接着我们来转换一下气氛来看一下 一开始反对永迹加入Cara的思念 思念反对了永迹加入Cara 永迹是透过公开争选赛加入的 一开始看他照片的时候 跟我的感觉太相似了 比我年轻 比我白 比我还要高 因为形象太相似 所以反对了永迹的加入 但是加入后 永迹表示 在对内私下往来 SS联络最多的成员就是思念 不过我能理解思念的心情 如果我是男团成员 有一天突然说有新成员要加入 结果一看长这个样子的话 跟我的感觉太相似 跟我的感觉太相似 叫你别我挖到老板 叫你别我挖出发头 啊啊啊